看一把小迪老师的先知 看一把小迪老师的先知 打的是女巫 看一下阵容啊 画家 前锋拥兵先知 你们觉得画家打女巫 效果怎么样啊 上来遇到第一个人画家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就是画家遇上女巫 感觉上面来说的话 躲掉一刀 这里要吃一刀 感觉上面来说 放狗女巫遇到画家 画家应该是遛不动的 理论上面来讲应该是遛不动的 但是实际上我们还要看效果 因为理论上面就是想想 这边狗子一放对吧 你就算一个画牵制的时间 也顶多相当于牵制的一只鸟 除非就是鸟的画 刚好说 这刀抬起来 这这这人就没了 这这这得 对 先把这个画给吸了 再把这边的人给牵起来 那这一轮 节奏挺好的啊 这个节奏挺好的 上来抓到第一个人 然后时间上面不长 狗子也没放 现在这狗子还可以外面压出去 来进行一个放狗的防守 如果能咬到佣兵什么的 就更舒服了 这边直接放狗啊 佣兵弹护壁都不一定躲得掉 这佣兵得吃一刀了 前锋拉球了 前锋拉球了 先都给了前锋 这边直接选择一波撞救 好这里是救下来 佣兵吸 但是佣兵挨了一刀 这边应该会给前锋补一个寄生吧 因为寄生CD是好的 还是选择啊 他这边选择自动跟随 拉一下 然后狗子放 追求一个二挂的节奏 诶 这一轮 这里 等 要放狗 要放狗 赶紧狗子放 放上 画连画带 鸟 看一下 这个狗子 我感觉还是遛不动啊 翻出去 可以 nice 看下一次硬直 好 拖了 哇 这是连画带鸟 强行拖了一只狗 那这边再画一幅画 但是两性土豪家 这个画的时间可能 不太够 老弟 还行 还行 因为刚才前方的那波无伤救 然后佣兵挨了一刀 对于穷者来说 节奏上面不算特别 而且这里画家的一个特性 就是他坐椅子 反正就是两轮可以坐满的 因此这轮用兵压着来偷偷救人 还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的 就穷者有保瓶的面 有保瓶的面 看这波防守了 这波防守如果说能防得好 那么女巫保瓶面 女巫是肯定能保瓶的 女巫是肯定能保瓶的 我就觉得 就女巫可以真胜了 防守防得好吗 可以真胜 防得不好吗 穷者能保瓶 再防守 咬 想打一个双挡 过来 咬 咬 咬住 咬住 咬住就下来 打一刀 好那再追到佣兵 追到佣兵 佣兵也有信徒跟着 那佣兵不太好补电机 这里前锋也不在 因此这里是两信徒去追击佣兵 然后单信徒来挂画家 要过去再补一个信徒 他应该会拉一个原生守在佣兵的遗产机吧 然后这边先把人挂飞了以后 再去寄生 找中间人寄生 寄生上以后慢慢的控场 因为佣兵这台遗产机被管住 其实穷者很伤很伤的 基本上 这台电机如果能守住的话 偏向于一个真三真四的局了 想帮帮消信徒 这边还没消掉这边就补上 狗子放不放 直接切 信徒消 nice 这波硬消 硬消 硬消完 原生拉过来 那前锋这里过去应该是补 那个佣兵的遗产了 我觉得这个原生 守电机会不会更好一点 这个原生守着他电机 外面的话就用自身打 前锋才补开 先在这边自销 一边销一边吸鸟 优兵外面 跟前锋两个人碰面 摸一波或者说外面重新找一台电机 现在过来 想来拐摘电机已经晚了 摘电机应该是挡不住了 这台电机没守住 这个局面 就两边 差不多是一个 六四开吧 女巫六 穷者四 就是 如果守住的话 应该是一个七三 七三 这台电机如果能守住的话 是一个七三局的 一个节奏点 就是穷者只有三成 保平的面 现在的话六四 有四成了 四成 外面先知信徒消掉 好 再补一台 这台电机补起来 那基本上 就看开门战了 女巫这边 因为他底盘没有交嘛 所以开门战还有一战的机会 把求者的球啊 户壁啊 什么都给耗了 耗了以后 开门战切个闪也好 切个船也好 切船呢 控门切闪的话呢 就是追 如果有信徒多 切船 切闪 对吧 一个闪秒一个 一个闪秒一个 秒掉两个 然后争取一个三抓或者四抓 如果说信徒少呢 可能就要切船 来两边的门守 两边的门来守 这里看一下 这个地方切闪 没必要了 现在就是尽量多消耗 这边佣兵也是很稳 他那个不交任何道具的 对吧 反正最后再电机了 那边电机差不多了 我就算倒了 对我来救一波也行 能撑吗 当最好 电机百分之九十几 我觉得女巫现在要想好 就是怎么保平了 因为他在这一轮的过程当中 是没有任何 的那个道具的消耗 没有任何的道具消耗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开门战 这几个人的一个牵制能力都很强 除了限制以外 如果说你这里对吧 出现一些问题 其实这个时候 门贴好就可以亮了 门贴好就可以亮了 直接亮 后边这边两个货币 看吧 先秒一个 赶紧先秒一个 要不然这局有可能 变打成一个三跑的 后面的一个残局 这里球者打太好了 没给到机会 然后女巫的话 放掉了一台关键性的电机 因为我们之前看到就是很多局 小陈也好 老杨也好 在打的时候 其实也是这样一个军师 但是他们都会拿一个原生去守住 就是一台关键性的遗产机 然后守一台电机来打 好这边 秒一个前锋 前锋 这里一刀 切闪了切闪了切闪了 连狗带闪 哎 这边前锋 拉了个球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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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局要三跑 一个护臂 看地窖 地窖在哪里 闪 哎呀 这闪哪里啊 这个闪有点着急啊 包过来包过来包过来 别急 破板子 一个护臂 那三跑了 女巫后面感觉 没空住 然后开门战的时候 打的有点急了 开门战的时候打的有点急了 这个局 是没想到的 是没想到的 这还能打成一个三跑 那女巫本身确实有一点问题了 要复盘的话 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点吧 还有一个点就是 其实在电机量那一刻 就要想好就保平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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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